LibrinKinney 這首牌可以看到 LibrinKinney在 小盲雙位加注到了 35萬幾分牌 Divose這邊 Gore 我覺得就是一個 他選擇一個跟組 那我可能對於 Hands up 並不是這麼的了解 那像這種Gore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直接被打蓋 有過盒的高招 都要防守 因為兩個人單挑的時候 不能有太多的棋牌率 你每一次 每一次棋牌的拱手送了 兩個大盲 對 拱手送兩個大盲 一來一回就特別多了 如果跟得太爛 進去又輸更多 怎麼辦 Gore 2不是很爛 因為 怎麼說呢 在單挑的時候 你不需要去 打太多結構牌 你有的時候像 Gore 2 K2 HIGH卡比較重要 HIGH卡比較重要 看上去很爛的牌 但是當你showdown的時候 很有可能 你一個K嗨 一個Go嗨 就是可以去 打掉對面 有可能比如說 像在 56 562的面 對手可能是 78 甚至是 買花家 兩頭順的聽牌 你就會只有一個Go二 什麼都沒有 好 那這一把 Deboss勢必會 支付一點錢 因為在開出 疊牌 老K的時候 相信Deboss會覺得 自己的Go是大的 對 他輸對手的範圍 越來越少了 更加少 那我們的Brian Kenny 來看一下 這裡要進行一個 多大的價值下注 在161萬的底池 我覺得應該40%吧 65萬 可能還要再大一點 我覺得在這個面上 還是要 可以再大一點 看看他 80萬 正好是一半 大一半 因為這個面上 還是有很多很多牌 是可以 繼續 繼續支付 對 一旦能支付的話 40%和50% 對手能支付的一個範圍 應該是差不多的 但如果是 再乾燥一點的面的話 只能打很小了 甚至可能30%都很多 然後我們看一下 盒牌 我們的Kenny 集中了一個 Full House 太大了 大到沒邊了 真的是大到沒邊了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 合牌 Kenny 一定要勢必要做一個 極限的價值下注 因為 對手連根了兩張 他很希望對手 可能是有K的 甚至有一張 勾 或帶著一個好的Kicker 好 應該要超過 200多萬的下注 250 差不多 看樣子是230萬左右 226萬5千 非常大的一個下注 欸 這裡好像 勾2還真的是得跟喔 勾2 出的牌太少了 出的組合實在太少了 其實 我如果 我覺得 以Kenny的這個能力啊 其實Kenny還是有 機會 他有辦法去 Bad 他現在手裡拿到 第三大堅果牌 來試圖抓取對手的 非常多的一個Value 對手 哇 這個發牌發得有點太好了 那這個 非常非常大的牌 那 Divorce 這個 勾在這種 一對一的排名上 其實也算是一個 滿大的牌 好大好大 我這裡 很可能逃不掉了 假設我沒有看到對手 底牌的情況下 我會真的覺得 狗仔這裡是一個 滿大的牌 還是要抓 這裡 蓋掉了 蓋掉了 這樣都太大了 不知道開哪 都要給他開 哈哈哈 阿姨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